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活下去的理由 2013年年底 人们都在欢欢喜喜地准备着过年 而家住重庆市的蒋书红 却分外闹心 但是我没得过来以后 他们可能要活得轻松一些 无论是在经济上 或者说心里压力上 我想过吃啥 可以说也因为过这里缺乏 也痛过 我怕痛了 现在也怕痛 可以说想自己举起 倒是不至于吃 蒋书红的妹妹和她感情十分深厚 现在妹妹不想活了 这让她感到非常担忧 我不怕苦 没什么 我感觉到现在都是那样子 我一边上班一边回来照顾她 我没有觉得辛苦 没有那种感觉 一直都没那种苦 没有那种意识 就是说反正这个人在我这里 这个人该我照顾 就是这种想的 没说不觉得辛苦 没有辛苦两个字的说法 而蒋书红担忧的事情 并不只是这一件 另一件同样让她烦恼不堪 她的丈夫不想再跟她过下去了 她那一次把那些卡 卡里面的一点钱 就全部盛起来 不让我知道 迷茫也换了 我就觉得这么多年 你都不管家里面的钱 就是全部由我自己来安排 就是说 就是说她只管赚钱 家里面哪里开销 哪里怎么 她都从来不管 家里面有没钱 她也不管 但是最后就变成了 她就觉得我挣的钱 我自己一点都没有 就有这种想法 蒋书红是个很要强的女人 但此时她感到 自己可能要坚持不住了 这个年该怎么过呢 蒋书红的妹妹才三十出头 想着要轻生了 是什么让她觉得活不下去了呢 蒋书红的丈夫 跟她一起生活有十几年了 两个人都有两个孩子了 现在突然就说过不下去了 在这个家庭当中 确实隐藏着太多的沉重往事 这一切都开始于 蒋书红的中学时代 蒋书红出身于 重庆市丰都的一户农民家庭 父母都没有什么文化 就靠种地为生 蒋书红从小读书还不错 但当她上到中学时 她主动辍学了 那时候我读初中的时候 三十八块钱的输学费 没钱我爸爸要去贷款 贷五十块钱的让我去读书 我不愿意 我不想让家里面欠菜 就读了 让妹妹读 妹妹名叫蒋万梅 学习也挺不错 姐姐讲书红学的 家里经济状况不好 无法承受两个孩子读书 于是她做出了和不少贫困家庭一样的选择 自己放弃完成妹妹的学业 你说我们这样的家庭 我妈妈又没文化 爸爸也是那个样子 也没有什么教育方法这些 也就是靠我们两姐妹自己 就觉得这个家我们要改变 我们要改变这个家庭的状况 我们两姐妹就是这样子的心态 就觉得她只管读书 我只管去赚钱 我们就这样子努力地走着 蒋书红开始到外边打工挣钱 帮助父母分担家庭负担 妹妹蒋万梅也挺努力 读到初中毕业 成绩一直都不错 但她考虑到 如果再上高中读大学 家里恐怕还是承担不起 于是她做了另一个选择 本来我是想上高中的 但是 假如说当时的话 如果上高中都要到那个县城 花费相对来说都要多一些嘛 中学的时候 不初中都能够 我觉得假如做高中的话 考虑待一学以后继续新学啊 此时蒋书红在外边 努力地打工挣钱供妹妹读书 将来让妹妹有出息 就成了她唯一的目标 蒋万梅读中专三年毕业了 通过舅舅的关系 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一家人都非常高兴 那时候 刚才我妈上的要工作了嘛 没发到老 有多年啊 或者说多年啊 中村的时候有一种高兴 终于熬到头了 但是那种心情 江书红松了一口气 此时才发觉自己已经二十六岁了 这在农村来说已经错过了黄金时期 他不得不抓紧考虑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 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男人 这个人的条件 似乎挺符合他的现实情况 就是他在工地上干活 我姨妈在那个工地上煮饭 我都跑到姨妈那里去玩 这样子那个男孩子就很吃苦 我姨妈就说这个男孩子很好 但是我们家里面的条件 就是要把我造父马回来 就是把这个男孩子 造到我们家里面来做懒劳 蒋书红结婚了 她的丈夫相当于是倒插门女婿 因为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嫁妆 丈夫对于蒋书红心底里 感到挺愧疚 妹妹蒋万梅工作一年后 顺利的转为正式工人 美好的前途对于一家人来说 都似乎展现在眼前 然而2001年的一天 在福建打工的蒋书红 突然听到家人传来的消息 妹妹出事了 结果去问我 舅舅就跟我说很严重 看能不能救活 昏迷了三天四个晚上 就说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 当时就知道这一点 能不能救活都是两个字 那最后的什么怎么样出事 怎么样是什么回事 那些我全部没听到了 就听不到了 蒋万梅在事故中受伤严重 在医院抢救 蒋书红知道消息后 却没有立即赶过去 因为他此时已经有了孩子 正在哺乳 但从家人那边传过来的消息 让他坐卧不宁 不久之后 他还是和丈夫商量 放弃现在的工作 立刻出发 去妹妹的身边 太幸远了 听说是因为旧夫妻来了以后 不是我一搞清楚 都是来旧的时候 因为好多人 好多职工都是重庆来宾的 因为我是重庆人 他们也都是外乡的人 所以说可能也加上 不晓得我经常来 在公里生活 他们那种嘛 他们都新久留我 新给我梳理养器 就是那么几分钟 我活了 当蒋书红赶到医院 见到妹妹时 她简直无法相信 这就是她那个 可爱健康的妹妹了 妹妹伤得太重 已经无法起床 并且意识也不清楚 在经过漫长的治疗后 蒋万梅不得不出院休养 在和蒋万梅的单位协商后 单位给了一笔费用 赔了48.8万 买完我妹妹的一身 那你觉得这个钱少 当时就觉得 能拿到这点钱 都很不容易 能拿回来的话 我自己在 在来计划之后 把妹妹好好的照顾 蒋万梅还没有完全恢复 后续的治疗和护理 不知会有多长 正当21岁的好年龄 蒋万梅却因为受伤 起不了床了 她还能重新站起来吗 今后照顾她 那肯定是一个长期 而且特别艰难的过程 谁来负起这个艰巨的责任呢 蒋书红赶到 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暗了 本来家人心目中的希望突然就这么失去了 她该怎么面对呢 蒋万梅的状态无法离开人的照料 父母年纪已大 照顾的责任就落在了姐姐蒋书红的身上 当初的时候 我当初回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能弯曲的 根本就不能吃饭 都要靠喂饭 有时候是 我决心把她小孩围包了以后 现在围我围挽了以后 她在自己吃饭 蒋书红像是在同时照顾两个孩子 妹妹的治疗还在继续 护理更要精心 她不得不放弃了一切工作 全心全意地照顾起这个家庭 每天都推到那个轮椅 把她推去上游 上游又回来 回来的时候都是上泡 背上海背一个孩子 就那样子 平常没事的时候 就把妹妹推出去 在那个城里面 就那样让她吹号风啊这些 而挣钱打工的重任 就落在了蒋书红丈夫的身上 为了多挣些钱 他们想办法凑钱买了一辆车 拉客人挣钱 她去开车我就去收钱 最后这样子看到我们能赚钱 一定可以一百块钱 两百块钱 这样回来的话 那我最后就叫我妈妈来 给我带孩子照顾妹妹 那我说你要把我腾出来 我说我和我老公一起去赚钱 这份工作挺辛苦 蒋书红的丈夫长年奔波 努力挣钱支撑着这个家 蒋万梅在姐姐的照料下在好转 意识也清醒了 她知道姐姐的付出后 感到姐姐和姐夫的不义 姐姐我可能也确实让我时间过得快一点 或者说让我开过一下眼睛 都买了个电脑 我都慢慢锁电脑 在慢慢的 好像那时候 一直是头脑都 我们都是懵懵懂懂的 慢慢的看到了个书 都像小学的小学生一样 看到书学一点那一点 慢慢才 好像也只通过来 看电脑以后慢慢头 头才稍微清晰了 前两年 蒋书红的丈夫忽然患上了头疼病 怎么治疗也不起效果 这让她非常痛苦 医生说 这个病跟她的精神压力有关 最后慢慢的就这样子 她头晕 她都不想开车了 不想经营车子了 再说我说 我们这个家又怎么维持呢 慢慢的 可能也有一些心理的压力 就是这个家 她辛苦了这么多年 一直这样子 此时 蒋书红夫妇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 生活的压力更大了 蒋书红发现 丈夫也变了 这么多年的努力 就是一家人就这样 一点钱都没成 孩子一天天大了 花费也 就是数学费 这些费用也来了 看到看到这样 拖了这么一家子 远远都走不到尽头 她就有这种想法 就因为就是我们压力很大 给他们家里说一些口水 就是我都不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因为我说这样 她也不跟我们 因为家里拖累太大了 拖累太大了 因为她也不听我们的 本来不该我承担了 我只有选择选择离开 离开他们 夫妻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争吵也发生了 丈夫对妻子的抱怨也开始了 就是我在家里 我说这样 我说那样 没用的 要他 就是那个 我老婆讲说 他说了算全家人都会听他 我说了有道理 他也不会听我的 因为我整天油嘴滑水 他不知道哪一句是真的 我说一说的 他都不听的 他有这种想法 两个人的感情危机四起 在这种情绪中 蒋万梅越发觉到 自己像是一个罪人 终究是一个好人 他还是和我姐一起 沉到我们的家 他可以甩手走开的家 我觉得我姐夫的话 是我来周围中 我能找到的最好人 妹妹想要轻生 这是蒋书红绝对不能允许的 她看紧妹妹 并且告诉妹妹 她不会放弃妹妹 不管的 就觉得我说 你有 你有我 有我和你一起生活 我会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陪你一起走 但是她就觉得 感觉到压力太大太大了 是的 她可以离开我 她可以去过她 轻松的生活 但是你也放下我 我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这一摊子怎么办 我不能让她走 我随不得让她走 我们那么苦的就过来了 在外人看来 蒋书红也很不容易 挺了不起的 她被逼当老公 面她不哭 被逼跟我还是没少哭 那你说哭咋办呢 我就说 我说你怎么都得坚持啊 都得能什么呢 你承认你自己 她说你不对就不对嘛 我说我咋整 为了这个家 蒋书红说 虽然很艰难 但其实他们也拥有了不少 有自己的房子 有亲情 这比什么都重要 她说不能回事多来 她说一定要问我下去 假如我走了 她就哭咕她了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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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该想到我们爸爸妈妈 能够答应你去了 被发生送给发生的话 回了黑心痛 再说 她说 爷手骨能够多苦 能够多痛都活过来了 为啥这么急速活气 在蒋书红这种坚强态度的影响之下 当然也经过亲人们的劝说 蒋书红的丈夫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毕竟啊 这结发妻子和两个孩子是难以割舍的 妹妹蒋万梅的情绪呢 也逐渐稳定下来了 她现在身体啊 跟以前相比 已经有很大进步了 而且她希望通过学习电脑 争取获得谋生的能力 减轻姐姐一家人的负担 这个家庭很困难 也很需要帮助 但是最能让他们克服各种困难 顽强生活的 我们得承认 那是亲人之间深沉的爱和责任 我是盧一鸣 明天见 一次简单的交通事故 为何让银井觉得疑点骨头 照事司机不在现场 他到底掩盖了怎样的真相 伤者离奇失踪 他到底去了哪里 经过调查 银井发现了怎样惊人的真相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离奇的车祸 上级